进行录播了,由于现在时间比较紧迫,然后马上就要大选了,但是我还是没有读完第八章,我怕我读不完了,所以呢,今天临时加一段,在周立会之前我要把这个读,多读一些吧,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,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有一只鲸鱼,这个鲸鱼非常的可爱,然后我发现了前两天扩建了空中楼梯之后, 这个,它很深,那条沟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,我给大家看一下,所以这个鲸鱼其实游进了这个沟里面,然后我终于明白了,原来是干这个用的,好吧,那我们先选一只猫, 今天想选,因为今天是美国这边的万圣节嘛,然后就选了一只穿着打扮,非常符合今天节日气氛的,这只猫,这只猫叫做,我叫,哎呀,叫做Muna,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特写啊,它带的这个胸前带的像铃铛一样的,其实是一个小南瓜,整个这个猫长得都很可爱了,就是有点日本漫画的感觉,它那个眼睛的画法,好吧,我们就跟着它, 现在读到的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八章,第,就是上卷第八章,第一,就是读的第四天了,我已经读了四天,我的天啊, 我从接着上次没有读完的地方读,可见在讨论选举制度的绝对好处之前,总有一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,即了解一下打算采用选举制度的国家的地理位置, 法律,习惯,国情和民意是否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软弱而又受制约的行政权,因为在我看来,既想让国家的代表人拥有强大的权力,又想由选举产生这个代表人,这是在表达两种互相对立的意愿, 据我所知,要使世袭的王权过渡到民选政体,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,那就是先限制王权的活动范围,再逐渐取消他的特权,然后使人民一步步的习惯于没有王权的帮助也能过活, 但是,欧洲的共和主义者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,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憎恨暴政,只是因为他们受到暴政的欺凌, 行政权的广大并未使他们受到损害,他们只攻击暴政的起因,而没有察觉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紧密关系。 至今还没有见到一个人甘愿冒着荣誉和生命的风险去争当美国总统,因为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,且受限制和制约,赌场上必须有大助,大的赌注,绝望的赌徒才能孤注一掷。 至今,还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激起人民的热烈同情和过激情感去支持他,原因很简单,因为他们当上政府首脑后, 只能使他们的朋友分享到很少一点权利、财富和荣誉,而且他在国内的影响很小,不足以,在他当权时左右本派人的事业成败。 世袭君主政体有一个巨大好处,一个家族的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永远密切相关,所以一时一刻也不会致国家利益于不顾。 我不谈这种君主国的事务主持的是不是好于共和国,但是不管好坏,他总有一个人在尽力主持。 而在选举首脑的国家,一临近选举,甚至在选举前一段时间,政府的车轮就仿佛自行停止转动了。 不错,可以制定适当的法律,使选举加速进行和立即进行完毕,即不让政权出现空位。 出现空位,但是即使如此预防,人们也不会理解立法者之苦心,而仍认为行政权处于空位。 一临近选举,行政权的首脑只考虑行将开始的斗争,他不再前进,他不会提出任何新的企划,而只会懒洋洋地处理那些也许将由另一个人来结束的工作。 杰弗逊总统于1809年1月21日选举前六个星期写道,现在,我已如此接近我的退职期限,以致我可以不再参加实际工作,而只提出我的建议。 我觉得,让我的后任主动采取他将实行和要负责的措施是正当的。 这段话出自杰弗逊至詹姆斯·门罗的一封信。 好吧,他现在指出的这些,确实是有一点,就美国现在的样子确实是这样,特别是那种八年任期结束,一定会换总统的那次选举,就像16年那样。 就是,确实是有一点行政权真空的感觉,大家全部都关注于选举本身了。 我继续读。 而在全国,人们的目光都集中于一点,瞪眼看着新疆开示的分娩的阵痛。 好吧,托克维尔吧,总统选举比喻成分娩。 如果行政权管理国务的范围越大,它的经常活动越多和越有必要,则由此产生的危险越严重。 在一个经常习惯于受行政权统治或往好处说是治理的国家,选举必然造成一次激烈的震动。 好吧,没错。 在美国,行政权的行使可以慢慢腾腾而不受谴责,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软弱无力和受到重重限制的。 当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时,几乎总要在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面出现一段不稳定时期,这就是此种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。 而且这一弊端的严重程度,并跟授予当选首脑的权力的大小成正比。 在古罗马,尽管执政官每年一换,但政府的工作原则始终不变,因为元老院掌握着指导权,而且元老院是世袭机构。 在欧洲的大多数君主国,如果国王是选举的,则在每次进行新选举时,国王都要改变面貌。 哦,我刚才读了,有点问题。 如果国王是选举的,则在每次进行新选举时,王国都要改变面貌。 在美国,总统虽对国务有相当大的影响,但他并不主持国务,压倒一切的权力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的议员之手。 因此,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是全国人民,而不是总统个人。 结果,选举行政权首脑的制度,在美国也就没有对政府的稳定性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。 但是,缺乏稳定性毕竟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固有欠缺, 以至在总统的本来就已够小的活动范围内,这个欠缺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。 美国人想得很对,行政权的首脑为了履行职务和承担全负责任的重担, 应有充分的自由去亲自挑选下属和随意撤免他们。 而立法机构主要应当监督而不是指导总统, 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, 一进行新的选举全体联邦官员的命运, 就好像处于悬而不绝之中。 在欧洲的立宪君主国, 人们抱怨行政机关的小小职员的命运经常决定于大臣们的命运。 在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, 这种情况更为严重, 其原因很简单, 在立宪君主国, 接任的大臣很快就能上任, 而行政权的主要代表并未改变, 改革活动既有一定范围, 改革活动亦有一定范围, 因此这种国家的行政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末节方面, 而不表现在原则方面。 在这里, 不是用一种制度去骤然代替另一种制度, 因而不致引起一场革命, 而在美国, 却是每隔四年依法进行这样的革命。 描述得很准确, 现在就是依法革命之中啊。 至于这种立法, 自然会给个人造成的, 至于说这种立法自然会给个人造成的不幸, 我们应当承认, 官员命运的不固定性在美国还未产生在别处出现的灾难。 在美国, 寻找自食其力的生活出路, 容易得像丢掉官职一样。 好吧, 在美国生活这么容易吗? 虽然丢官后, 有时会过不上舒适生活, 但绝不会由此失去谋生之道。 这倒是。 我在本节开头说过, 以选举方式产生行政首脑的危险的大小, 因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所处的环境而有不同。 尽管行政权的范围受到限制, 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够强大, 但它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却有极大的影响, 因为除非由一个人经手, 谈判就无法开始和顺利进行。 一个国家的形势越是不定和艰难, 它便越是需要一项首尾一贯的坚定对外政策, 这样对国家首脑采用选举制度也会更加危险。 好吧,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所处的那种形势, 如果越是不确定,越是动荡的话, 国家首脑如果采取选举制就会越危险。 美国人对全世界的政策是简单的, 几乎可以说别人不需要他们, 他们不需要别人, 他们的独立从未受到威胁。 这个不就是阿姨说曾经在大萧条之前, 也就是在二战之前, 美国其实就是一个美洲的瑞士。 因此在他们那里, 行政权的职能既受环境的限制, 又受法律的限制。 总统可以经常改变他的观点, 但国家不会由此遭殃和毁灭。 不管行政权首脑如何选举, 选举之前和选举时期, 总是全国的骤变时期。 一个国家的内忧越大, 它的外患也就越大, 而这时的危机对国家更有危险。 猫呢? 欧洲的国家每逢产生新首脑的时候, 很少不为被人征服和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担忧。 在美国, 社会被组织得不需要帮助, 极能自立。 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外患, 它的总统选举是鼓舞人心的大事, 而非导致毁灭的举动。 说的有道理啊, 在没有外患的情况之下, 国内多折腾折腾, 其实反倒是好事。 但是如果不是处在一种, 像美国这样的地缘政治之下, 有很多强敌外患守在自己身边的话, 那么选举其实是风险极高的。 好, 那今天就读到这里了, 下面的一个部分呢, 是选举方式, 也是第八章最接近于我们现在要关注的美国大选的一部分内容。 那这部分内容呢, 留到明天去读, 可能也是特别, 算是最需要讨论的地方吧。 好, 谢谢大家。